带动阅读风气来看到新竹县总图书馆 在今天开工动土了 耗资8.7亿在竹北市打造四层楼高的客家合院造型 以及绿建筑要引入自然光和风 馆舱将有50万册书 也会结合展演和讲座 要成为民众自学及共学的好去处 把犬乐团带来悠扬的古典乐声 交织出阅读最美好的乐章 新竹县总图书馆选在竹北市自强三路级东新镇水岸绿地 举办开工动土典礼 总图书馆的建筑是地上四层地下两层 我们是预定在113年底正式来完工启用 我们这个总图书馆是未来可以跟我们东新郡水郡 以及这边的地方法院等等 结合成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地景 这是本县最重要的文化建设指标 我们期待县立总图书馆信建完工之后 可以提供给我们老中亲幼 各世代乡亲一个最好优质的阅读空间 手持金铲穿下土方 象征开工顺利平安 让民众有更优质的阅读环境 县府争取到教育部补助2.8亿 自筹5.9亿 赤字了8.7亿 要打造地下两层 地上四层的总图书馆 广达1.2公顷 设计以客家合院 把风引进建筑当中 融入生态工法 人文及环境的特色 周边结合了东西寸绿带 馆内将会有50万册的藏书 并结合展演共享空间来规划 目前规划有50万的藏书量 可以在里面 那这种图书馆呢 它会是一个非常多元用途的一个图书馆 包含了表演厅演艺厅 然后还有让创客来做maker 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一个活动的场域 包含视听室 阅读室 阅览室 不只来借书 还书 阅读 它会举办很多的活动 很多的讲演 很多的学术论坛 那平常它也是一个亲子空间 打造都市核心 营造公司更现场加码100万元 要协助总图辟设软硬体设备 提供多元学习 地方创生和学术讲座等使用 预计在113年底完工后 将成为新竹县的文学新地标